你現在在看的是大爆死 喂! Hello! 歡迎回到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今集玩一些舊一點 即是半生不救的東西 但是開啟也有少許原因 不是完全沒有解開的 跟大家說了玩什麼再慢慢說為什麼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BANDAI ROBOT ONE 決鬥高達V ANIME 直入正題說一下為什麼想開這盒 本身不是那麼想的 但是見BANDAI 公佈了那張圖 好像很有趨勢會出齊五指 開開它吧 第二想到這盒可以讓我串一下去 即不是串一下商品 去到後面或者中段我想串的時候就串 可以讓我串一下 又有點開心 想想想 其實三月中 三月中左右已經出了 其實都隔了頗長時間 通常香港BANDAI 塞垃圾給香港KOL 都是這些時段出片 這條片我要重新 絕對沒有任何贊助 對啦 後面就這樣 立即開來玩吧 好 開出來就這樣 雖然坊間跌到糟糕 其實盒子我自己覺得整體是不差的 配件方面也頗豐富 根本的手型有四款不同的手型 即是可能拿槍、拿盾、平手的手型 武器和防具方面就有對激光用的盾牌 BIMU LA FURU 以及350mm 軌道火箭炮 雷射劍有兩把插在背包的位置 這兩個就是盾牌刺在不同位置的框架 效果方面有一個 宇宙大爆炸的效果 其實是被人刺中的效果 所以就有一隻Strike Gundam用的手 即是突擊高達用的手 之外有Granade發射的效果 有雷射槍的效果 這四個就是推進器的效果 配件方面也頗充足、頗豐富 由塔齒亮駕駛的決鬥高達 正經 由伊薩古駕駛的決鬥高達 其實就是大家看Gundam SEAT 最開頭的五架高達裡面的圓形機 所以大家看到決鬥高達全新的造型 都比較素 其實有少少接近武裝背包的Strike Gundam 都有一個比較素、比較原始的感覺 就不會有什麼變形系統 又或者遠程攻擊、隱身等等 那些很個性化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都比較普通的機體 Robot Run一般都是成形式佔了大多數 沒有什麼賞色的 藍色、深灰色、身體的淺灰色 都是成形式來的 VerAnime這個分支 其實整體的外型都會接近動畫 這是無容置疑的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挺好的賣點 我們近一點看看樣子 雖然說決鬥是五架機裡面 比較沒有個性的一架 不過面相現在看起來都很奸仔 其實這架高達是預料被人偷的 就好像當年GP02 弄到樣子這麼奸緊是預料被人偷的 面相方面靚仔、靚覺分明 額頭的Monitor和眼睛上了一個金屬的青綠色 後面這個位置也是 都有上色的 造型是醒神醒神的 過往都和大家玩了很多不同的VerAnime版本 的Robot Run 可動大家應該都很有信心 頭部就由波裝左右旋轉 360度都可以 不過又不會這樣做 跟之前玩過的追吉一樣 頭、後尾枕 這裡有一個Hinge Join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超勁的向上望的幅度 這個是正的 向下壓 靠條頸就會有少少 接著就到手 其實我覺得有點怪計 平舉是不能的 但是配合肩膊的可動 就可以平舉到 就是這樣 肩膊最盡可以動到這裡 肩膊可以頂爆自己的頭 手 360度旋轉 水平的旋轉 不過就有少少頂 它會一邊轉的時候 會和肩膊的裝甲磨一下磨一下 是不是可以拆到呢 拆不到 前臂Double Join 接到勁貼 拳頭就是一個簡單的波裝 肩膊的關節除了可以向上移動之外 也有一個向前移動的幅度 再看一次 3、2、1 開 這樣 手的可動就是這樣 另外它空的位置也有一個少少可動 這樣 有一個向上移動的幅度 OK 不過就 少少怪計 我自己覺得 哎呀 掉了一條裙子 之後就到腰 這條腰 有一個不錯的可動幅度 可以向前烏烏到這樣 我們在後面看看 有一個這樣向前傾的幅度 都相當之好 它就是胸和腰一個波裝 腰和下盤 就有一個Hinge Join 這樣向前反 腰除了向前摺的幅度之外 也有一個旋轉 不過就會被裙子頂一頂 有些想不到反而是旋轉有些限制 決鬥高達就沒有前面的裙甲 左右就是一個波裝 可以揭開時候 股關節 跟之前的設計有些不同 之前的股關節的軸是向前反 多踢一點 這個軸是向下反的 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看 向下反 製造多一點空間 等著腳踢到後面 就可以反多一點上去 口講 很難講到給大家聽 最實際當然是試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靠那個軸 舉到這裡 如果反低了軸 這樣 因為這裡的空間多了 所以整隻腳可以提到很高 就是這樣 打側也是沒問題 大腿有個水平旋轉 小腿有個雙倍接曲 跟之前玩過的Strike Gundam一樣 小腿這個位置 有個左右搖擺 假裝有些插畫 小腿下半節是曲曲的畫風 小腿和腳掌中間這個灰色件 上半部分就播放 下半部分就是左右搖擺的Hinge 都有一個良好的接地 腳掌這裡有少少可動 但我自己覺得是無謂的 最後就看背包 插擊剛劍這個位置 就有個波裝和背包連接 可以放在不同角度 向前向後向側都OK 跟著到一個推進器 有一個少少可動 就是這樣 好 逐樣拍試和大家玩一下 先拿了BIMU RIFULU 另外這邊手換了一個托槍手型 背面 其實盾牌只要加一個接駁 就能勾在背包上 配合肩膊的關節 真的有動感 那個躍動感相當不錯 現在這個姿勢 其實就扮回封面那個 不過封面那個 就再多一件東西 現在跟大家玩一下 封面那個 就多一個Effect 其實就是這顆 這顆Grenet飛出來 不過這個位置大家小心點 這樣拆出來 這支 裝了這個榴彈發射的Effect 效果就是這樣 整條是透明藍色成型 噴了少少白色 裝射出煙 有趣 我只可以說有趣 但是動感就差一點 因為沒有一個向前衝的感覺 這個沒有什麼速度感 這個特效件的樣子 差一點 不過過癮 真的挺過癮的 射完榴彈 就正正常常射一些光速 現在就換了這個 B-MU-LIFULU的一個 激光的Effect 也幫它拿回盾 刺在手臂 其實我都靜靜地換了一個 類似爪型的手型 就是這樣 其實上一隻 A-SIDE 其實都跌到破壞 跌破招股價 喂 這個時候我就要恥笑一下 香港BANDA 每次都是這樣的 即是哪些貨不能賣 跳樓 很多死貨 就找各大不同的KOL 就跟它拍片 拍攔檔幫幫手 我心想 你懂不懂KOL怎麼用 KOL當然是收訂的時候 已經 叫它幫你拍片 說到件事有多正 等多些人訂 這隻東西出了一街死貨 你才叫KOL拍片幫你 做錯了 有三個不一樣的格子 可以給大家選擇 不同大列的高度 我們試試拿中間 用了剛才那款手柄拿盾的效果就是這樣 都不錯,有幾款不同手柄給大家選擇 就可以放多些不同拿盾的位置 現在就拿了這個350mm 軌道火箭炮 效果就是這樣 順便在背包裝了一點噴射效果 這個效果應該跟之前Strike Gundam 的大同小異 都是這樣表達推進器有些噴射效果 但現在看上去有點怪計 好像很齊齊齊齊 繼續串嘴 剛才說到香港Bandai很笨 不善用KOL 不過有時候所謂的KOL 都不爭氣 做戲就做全套 即是你上網找資料,上Wiki 刨一下書 做一點點功課 別人都覺得你喜歡 就像之前那隻超合金鋒鈴 誒,擺明有些KOL 我不 mention 哪一個人 又沒看過了 就說,哎呀,好喜歡呀 你認識不認識的 有時候上網做功課 溫回某些雜數 就並不是太困難 不過沒有 香港Youtube 的生態就是這樣 大家可能覺得我有少少怨腐 不過我也是貪口癢 順便借題發揮 說回那隻豹 我這隻就說QC認真麻麻 一開,灰色就已經花Q了 是一個什麼玩法呢 這邊也是 兩邊的灰色都已經花了 為什麼呢 了解呀 現在就拿了激光劍給大家看 它的武裝就正式試了 接著就要重現Strike Gundam Galai大和第一次爆屍 刀爆了它 其實我不是看得很清楚 即是它又爆了腰 爆到腰是刺爛的壁 總之重現那個Sense 給大家看 接下來就會 要重現那個Sense 我們先要拉開少少條腰 接著就靠這個透明的捷博Pax 上去 這樣 放在裏面 之後就拉回那條腰 這樣就 裝沒事發生過 但是旁邊會多了一個插槽 回家 這個插槽就可以 刺這個 嘩 宇宙大爆炸Effect 進去 嘩 好 接著之後呢 接著就要把這個被突擊高達用的 一個拿刀仔 應該這麼說 只剩下半把刀仔的手型 就插進去 現在搞搞 刺完再給大家看 嘩 兩盒死貨大打出手 哈哈哈 故事裡面 那段其實就是基拉第一次爆洩 因為 這個大天嗜號被人圍 即是決鬥 神盾 閃電 以及暴風 四架高達圍的艦艦 即使暴霸霸仇 但是 始終高達是勝一籌 突擊高達都被人圍到趕不及回去 伊薩古條爛坦還在阻頭阻勢 基拉情急之下 就第一次爆洩 嘩 之後就一下子拿刀仔去大樹 就刺爆了腰間這個位置 接著搞到決鬥 Cockpit 位置都爆了 伊薩古在額頭中間留了一個 永不磨滅的印機 不好意思 之後第二季突然之間沒有了 雖然他說做手術弄走了 伊薩古額頭的疤痕 就在這一幕中得到 我覺得作為一個KOL 即使你沒有看到那套動畫 我覺得最起碼你要試完那套東西的不同配件 不同部分給大家看 讓大家真的了解那套東西 不是隨便 好像違背良心 爭到那套東西 嘩 精精精精精精 你了解完那個商品 有什麼可彩避寵就輕 對嗎 我想Strike 是好做的 這東西真的沒有什麼挑剔 我自己覺得 是因為純粹太多貨就搞到這樣 其實劇中 Dill Gundam 決鬥高達 用這個獸仔的樣子出現的時間 就不多 通常他都是穿了一件甲 大家都覺得 喂 糟了 Dill Gundam 沒了一件甲 就好像不成事 小弟一邊玩的時候 就發現了少少端危 這個位置 膝蓋是好像拆得開的 跟著呢 除此之外呢 小腿 即是這個肉的位置 看看 大家看到中間有條坑 拆過這邊先 好像比較容易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也是拆得開的 是不是之後會出現 雲Web 商店限定的甲 就可以夾進去 是不是這樣呢 不知道阿古 看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之前公佈了一張圖 就有三個黑影 跟大家說 應該五指是會齊腳的 我之前還想著 頭兩盒 不是 頭三盒 那不可以 應該都收皮 這條拉 怎知道他又有些心機繼續出 我想剩下的幾盒 都會是雲Web 商店限定的 希望他可以盡早出一件甲 好 所有拍市 可動 細節 都跟大家玩過試過 不要問我這個東西 訂了多少錢 我是正價訂 也用正價去付尾數 OK 坊間大概跌到200尾 280多好像都有交易 在一個這麼便宜的價錢來說 玩這隻東西 我覺得是值得玩的 就好像之前的Strike一樣 跌到這麼便宜 是真的值得玩的 因為Veranime 這個分支 真的沒有什麼 令我失望 我買這麼多盒 都沒有令我失望 大家看到他 擺這個姿勢 又扭腰 扎了馬 扶了盾 都很誇張 但是 真的完全沒有難度 是很輕易擺到一些超有型的姿勢 所以 大家如果看到200多元 又閒錢 又覺得 OK 都可以買來試試玩一下 我想今集我講的內容 都得罪很多人 純粹是因為看到 又是Strike那系列 上次 工商我真的看得可笑 想起很多東西 順便見 開這盒 不如串一下嘴 不是說工商不好 很多人做工商都很好 就是我覺得 要拿捏到那把尺 怎樣呢 讚他 又不太違背良心 又幫他推到一件事 這個是有些技巧 就是很多人都做得很好 我自問我做不到 我的嘴巴那麼臭 是嗎 哈哈哈 就真的幫人推不到死貨 就是這樣說 真的很多KOL都做得很好 不用太多聲音虛 小弟這些 剛剛才hi邊 就來一萬訂閱 放這些屁 有四五六七萬訂閱的 就不用太放藉心 是嗎 四月尾的BANDAI商品 已經開始派貨了 什麼ASICTRAFT 蘇來塔 ASICTRAFT 黑阿當 這些我都有訂的 也都昨天收了 這個ASICTRAFT 天女獸 這些都會開給大家看 好 今集玩到這裡 下集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